大家晚安 今天全台各地持续是相当炎热的天气 这样子的天气其实已经延续好一段时间了 非常的夏天 预计在下个星期大致上也会维持这样子的天气状况 各地都是很高温很晴朗的 只有中午过后局部靠近山区的地方一些午后雷震雨 不过提醒大家在下个星期三之后 台湾东方的太平洋高压 这个强度会稍微的减弱 而且它的位置会稍微的往北抬一点点 所以它让出的热带阳面上面 就有机会发展出来一些热带扰动以及水气了 所以提醒大家在下个星期后半段 天气状况恐怕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大家务必要持续更新最新的气象资讯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在过去这段时间 台湾就是受到东边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关系 带来非常稳定的大气条件 就算有些午后震雨 也都是以山区为主 平地午后震雨其实没有这么的明显 那么刚刚提过了在下个星期 台湾东方的太平洋高压 它的位置会慢慢 中心跟位置会慢慢的往北抬一些 往北抬之后 原本它笼罩的这个阳面上面 就有机会发展出来一些水气 以及一些扰动 一些小小的系统 而且是随着偏东风靠近台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下个礼拜三过后 在台湾东风的海面上面 水气会变得比较多 而且台湾上空的水气也比较多 有机会发展出来的午后震雨 不管是降雨的范围跟降雨的规模 都会比这个星期来的大一些 所以提醒大家在下个星期的后半段 降雨的机会在各地都会大大的提升 务必要多加的注意了 那么在接下来这几天主要还是 以中午过后午后震雨的天气形态为主 那么山区的午后震雨会来的比平地明显 所以可以看到接下来这段时间其实天气变动都不大 都是这种午后山区局部震雨为主的天气状况 所以提醒大家中午过后 外出物不要记得攜带雨季 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那么在温度的部分各地还是热红红 北台湾的高温在未来这一个星期 还是可以来到34度35度左右 中部南部地区的高温也都会来到32度33度左右 一整天都是比较闷热炎热的天气 提醒大家夏天恐怕还会维持好长一段时间 外出物不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小心中暑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